从马索索出确认了胡歌的身份之后 范贤便开始加强了与胡歌的暗中联系 马索索不只认识胡歌 这两个人甚至小时候还是极好的朋友 用中原人的话来说便是所谓的青梅竹马 所以范贤此时看着对方苍老的面容 心里便直犯嘀咕 难道胡人天天风吹日晒就真这么容易见牢 胡歌很慎重地将那枚玉钩收入怀内 看着范贤说道 我确实想替不足复仇 但不要忘记我也是胡人 所以有些事情我能说 有些事情我不能说 你们庆人太过阴险狡诈 我是信不过的 范贤明白这一点 如果要让对方替庆军带路 千里突袭西湖王障 不说对方肯不肯 朝廷方面也没有人敢相信他 他低头思索片刻以后说道 我不需要你做什么 相反 我还可以支持你做什么 听说左先王现在的处境也不如何 如果你能帮他站稳脚跟 想必你自己的势力也会起来 不等这名胡足高手开口 范贤急干脆的一摆手说道 我给你支援要求的并不多 第一 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阻止明年春季的大公事 就算阻止不了 我也需要你的情报 放心 我们庆人直爽 不会打什么伏击 只是要摆个阵头 彼此恐吓一番 这个时间差 你自己应该清楚如何安排 胡哥的眉头皱了起来 说道 只是现在 连左前王说话都没有什么力量 更何况是我 那是你的问题 既然是合作 你总要付出一些诚意 我也不会亏待你 你要去说服那些人 当然不能单靠拳头 天底下所有的贵族都一样 都喜欢金银珠宝 绫罗绸缎 胡哥看了对面这名年轻官员一眼 范贤开口 他的语气很平常 但却透着一股强大的信心 你需要多少来行贿 我就给你多少 而且 你想复兴不足 想来也需要大笔的钱财 其实和我做交易很简单 我只需要问你一句话 你想发财吗 这句话范贤曾问过一些人 比如前任北齐锦衣卫指挥使 沈仲沈大人 沈仲大人不想和范贤一起发财 想自己发财 所以他就死了 然后范贤问过北齐的国舅爷 常宁侯爷 这位侯爷很愿意和范贤一起发财 所以他家不止发了财 魏华还当了大官 历史早已证明 和范贤合作的人总是很幸福的 但胡哥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冷着声音说道 谁都喜欢金银 但是你的话 让人不敢相信 这么多的银子 甚至是银子都买不到的货物 你一句话就让我答应下来 不要骗我 我们草原上的儿郎 虽然性情直爽 但也不是傻瓜 范贤的话 听上去确实有些像假话 草原上王丈林立 贵族无数 而且这些贵族们都贪得无厌 如果想填满他们的胃口 除非是庆国朝廷大力支持 而一个小小的监察院 年轻官员怎么能做得了这个主呢 范贤没有去接他的话 冷漠说道 我可以给你内裤出产的好刀 不过数量有限 毕竟将来我不希望送给你的刀 砍在我大庆子明的波及 范贤没有回答胡哥的疑惑 胡哥反而更觉不安 他盯着这张年轻俊美的容颜 压低声音寒寒问道 你到底是谁 范贤看了他一眼 说道 我是范贤 我 哼了一声碎响 胡哥的后背重重地撞到了土墙之上 奇快无比地拔出了腰间的弯刀 对准着范贤 土墙上的灰往下掉落着 污了桌上的菜和酒水 胡哥警惕万分地看着范贤 眼中生起一丝惧意 范贤低着头 手指敲打着桌面 没想到自己的真实身份 竟把对方吓成这副模样 亏得此人还号称左贤王帐下第一高手 他却哪里知道 庆国监察院范提斯之名 早已响彻天下 远借胡人聚居之地 只是在庆国百姓心中 小范大人光彩夺目 而在庆国的敌人眼中看来 这个传奇性的年轻人 实在是防范的第一目标 当然直到如今 胡人还没有吃过范贤的亏 但他们曾经吃过很多陈平平的亏 所以对于陈平平的接班人 也有无数的害怕警惕 胡哥在范贤自成身份以后 第一个念头 便是今天这次街头是个陷阱 第二个念头便是如果这不是陷阱 那么这次交易在将来 也会把胡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范贤抬起头来 缓缓说道 不要这么害怕 不错 我就是监察院的头 但你放心 我更是一个不错的生意人 不要忘了 我手里掌控着朝廷的内裤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信用 可以派人去中原查探一下 我不是害怕 胡哥已经平静了下来 眼神里流露出狼一般的狂野 盯着范贤一字一句说道 我只是没想到 你这样身份的人物 居然会屈尊前来见我 居然会如此勇敢 这是我大庆的天下 这是在定州城中 我不认为自己的胆量有什么特殊 连你这个胡人都敢来见我 我为何不敢见你呢 你不知道你的脑袋值多少钱 难道你不怕 我在此设局杀了你 范贤嘲讽地看了他一眼 将手上的肉油 抹在了身旁的布帘上 说道 这铺子前前后后都是你的人 如果我怕你设局 为何还会走进来坐着喝酒 再说了 你以为凭你这个所谓的索先王 撞下第一高手 便杀得了我 范贤的眉头皱了起来 似乎在看一个很不懂事的孩子 名头倒是机场 只是只胆子 却不如何 人的名数的影 沁国这位年轻一代最强高手 早已将自己的身影 烙在了所有舞者的心中 胡哥确实没有胆量进行这种危险的尝试 范贤站起身来 盯着他的眼睛说道 我不管你在想什么 但我的条件开出来 我就要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这是三个月来监察院与对方试探性接触中 最关心的一个情报 因为胡人王帐中隐藏的那个人物 实在是埋藏的疾神 而且给沁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监察院及书密院想尽了一切办法 依然无法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 甚至两院都不清楚 胡人部族里到底是不是有这样一位恐怖的军师存在 还是说两位贤王以及蝉鱼忽然开了窍呢 但范贤不这样认为 沁国的皇帝陛下也不这样认为 他们父子二人有极为相同的判断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西湖的变化必定是受到了外来的影响 他们判断那个人一定存在 这便是范贤此行定州城最重要的目的 他要把那个人挖出来 最后一会都将冲念心治愿台 那边不一定要证明 所以让变化不出来 居然有天的